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們今天來到東北角最美的步道 就是鼻頭角步道 那這個點啊 其實我們在三年前有來過 但是因為這兩年 裡面有新增加了一個叫做 鼻頭角聽饕營區 那這是由背棄的軍營改造的喔 那聽說很漂亮 是最新網美打卡景點喔 有迷彩屋還有彩虹階梯 走 那我們上去趕快 好走 我們要去走步道了 那鼻頭角步道啊 有兩個那個登山口 一個是從小漁村 一個就是從這邊 鼻頭裹小旁邊就有階梯了 好 很方便 我們從這邊走上去 好上來了 欸這步道超美的你看 旁一旁就是那個 這很有特色的鼻頭裹小 但因為他們現在上課時間 我們不能進去 好 我們沿著上去走 旁邊就是海喔 山海限天 走 欸這裡這就很輕鬆了欸 這個路 還蠻舒服的 我印象中也記得這個 這個步道很輕鬆 欸有涼亭欸 走沒多久就有涼亭了 還不錯 很親民欸 我們去看一下 哇 欸 哇 這個風景超美的 趕快上來 你看 才走幾步路就有這麼美的涼亭 景色超優美 很近距離看海 整個環繞 好 好 從亭子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走 要去聽到影區 趕快喔 你看這裡也很近 看到海 超讚的 下面好像都是朝間帶的 到了岔路了 聽到影區從左邊階梯上去 然後右邊 現在禁止通行 以前還可以欸 對 那現在不能進去了 所以我們要走 現在都要走這個 鄰骨步道 你看 鼻頭腳 鄰骨步道 所以要爬階梯了 好看到了 聽到咖啡在下面 我們先下去 這個有彩虹階梯喔 有彩虹階梯喔 有彩虹階梯喔 彩虹階梯 耶在這裡 喔 這是全新打造的 丁湯 咖啡 我買一杯飲料來喝 好可憐 好 謝謝你喔 好 那我等一下 好 謝謝你 好 坐在這裡休閒一下 喝一下飲料 冰冰涼涼 好 那從Tinto Cafe這裡出來之後 往右走 沿著這個階梯上去 就是這個最美的步道 台版萬里長城 走 鄰骨步道 很美的喔 走 超美的步道 鼻頭腳 鄰骨步道 鄰骨步道 欸 整個咧 鄰鮮超美的 上來了 走這步道超舒服的 風景超美的 新礦神儀 噢 也有漁船 鄰骨步道 就是最 最美的步道 哼 一頭腳步道 一頭腳步道 腰腳步道 緊急 鄰骨步道 最新鮮氣的 超美的 Cabed 好多漁船 東北角果然都是漁船 我們要去走台版萬里長城 看有沒有很像 蜿蜒的萬里長城 這段最美 這裡是木棧道 漁村那邊是出口 小漁村 就這裡到涼亭 我們上次來就在那邊看夕陽 我們在山上的觀景台休息一下 這個觀景台是台版萬里長城的最終站 這個點如果天氣好還可以看到夕陽 可是這可以瞭望海山跟漁港也蠻讚的 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就往下 從漁港走出去出口 好那我們現在要從漁港出去了 從這邊右下 右邊這個階梯下去 就是漁港 然後就是通鼻頭腳步道的出口 從這邊走 從這邊走 一路往下 都是階梯喔要往下 木棧道階梯 木棧道階梯 其實還蠻好走的 對 就是要注意這個 不要晃神 木棧道結束 現在換10階 就這樣緩坡下來 也是階梯喔 下來了 哇總算走出來這個 這個 鼻頭腳步道的出口 總共兩個半小時 輕鬆打標 好我們下來之後要來 七碗石花凍 阿春魚石花凍 看一下喔就是這個 純天然的 這就是石花凍的圓形 然後這個就是結成凍 好好吃喔 好 阿姨 妳給這鏡頭揮揮手 嘿 從鼻頭腳步道出來喔 就馬上有阿春魚老店 阿春魚本尊在此 來這邊吃石花凍 還有吃小卷米粉 古早味的很多喔很讚 阿嬤手工 讚 黑的喔 謝謝 謝謝阿嬤 好拜拜 要來喔要來喔 好謝謝拜拜 好出來了 我們從仁華商號旁邊這個巷子出來啊 然後就是這個鼻頭漁港了 然後再往前走就是我們今天停車的地方 那我覺得今天的這個鼻頭腳步道半日遊 真的蠻輕鬆的 然後風景又很美喔 才兩個半小時 因為我們又走步道 然後又看風景又拍照 又喝飲料 所以其實很輕鬆喔 然後風景很優美 然後真的非常適合 大家有空可以來這邊走走步道 看看風景阿 喝喝茶喝喝咖啡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家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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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